从声音到实践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又访问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 你会发现这位老师跟我们之前 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等一下我们会请老师自我介绍 但是我们还要先要感谢的是 我们今天要先感谢商满生纪念馆 就是玉芳姐吗 玉芳姐对 谢谢玉芳姐 我其实两天前才跟她敲好这个场地 然后她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还敲我说 你到底有没有确定什么时间来 对因为我真的忙到忘了跟她确认说就是这个时间 对好那非常非常谢谢玉芳姐 还有就是今天来帮忙的弟弟 你怎么称呼你 小景就好 小景好 然后谢谢小景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聊什么 你有看到旁边这一位 有点帅气 是帅气吗 Handsome OK It'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什么 好就是我们就是 这是好像要用英文访问吗 没有其实老师的台语跟国语非常的好 对那这一位就是来台湾教历史相关科系 然后也有对台湾文化非常有研究的冯思敏老师 那我们现在请就是冯思敏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嘿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冯思敏 人叫我阿明 但是我的英文名字是Steven Flanagan 然后我是美国人 我在美国的东南部长大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叫做Tennessee 嗯哼 田纳西吗 哦 田纳西 嗯哼 有呢 以前台南有一个田纳西西餐厅耶 哈 真的真的 而且很贵 好巧 对啊 他们那边是 他是Country Site吗 还是他 对 是很乡下 是美国非常乡下的地方 哦 所以我家乡的人口 虽然是叫做Johnson City 有City城市在他的名字里面 可是我们的人口跟西港差不多 西港 就是美国的西港就对了 哈哈 类似 哇哦 好特别哦 所以是小城市 可是很漂亮 有山 有森林 所以我是一个乡下的男孩 我们可以这样说 美国的乡下男孩 Country boy 哦 好 可是为什么美国乡下男孩现在会来台湾呢 哦 OK 我这个有故事 而且跟我家乡有一些关系 是 我为什么 我有一点看要 要从哪里 开始 开始 讲我的故事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才想 我来到这里这一条路线 是 从哪里开始 然后我觉得 OK 我第一 当然是我开始对历史有兴趣 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国小第四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是讲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迷人好了不起 是 然后我从小就开始对第二次世界战争有非常非常大的兴趣 哇 然后看了很多书 很多记录片什么的 OK 这是历史 早就开始 刚才我们讨论历史 然后好像很多台湾人 因为你们教育的关系 可能对历史不太有兴趣 还是还没有机会 适合的机会 发现哇 历史是多么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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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 让人觉得哇 好迷人 等一下 为什么你会对二次世界大战这么着迷 是因为战斗机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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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一本书是讨论Dolittle Raid 是那个珍珠港发生过 每几个月 美国就想办法就报仇一下 所以他们开了那个航母舰到日本 然后想办法可以从那航母舰上 怎么怎么说那个 可以 有子弹吗 还没到那个 还没到那个 航空母舰那一段 他们就改成可以 因为 我忘记怎么说那个 那个 轰炸机 我忘记怎么说 反正 我太久没有研究这个词汇 因为我 战斗机才可以起飞 可是他们就 就 改成可以 让这些 轰炸机 起飞 然后就轰炸了 东京 然后是 1942年 叫做Dolittle Raid 然後我看了這本書真的好迷人 所以這是一開始 這是第二次世界戰爭 你要了解這是我們人類所說過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從每一個角度來看 最多人參與 用到最多資源 殺了最多人 改變了我們世界的一切 然後我們就開始覺得應該要世界和平 不要有戰爭 對 然後從1945年以來 其實我們世界就進入了 全所未有的一種穩定跟繁榮的年代 對 所以我們所享受的這一種和平跟很 是很珍貴的 物資上很豐富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感謝那些西方國家是答應了 因為如果輸的話 我們真的無法想像 我們現在會住在什麼樣的世界 並不會這樣給每一個國家機會發展他們的經濟啊 還是有這個貿易自由 還是有 然後你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資本主義 就是感謝西方國家帶來的資本主義 是這個概念 跟 資本主義不一定是什麼好東西 可是至少代表一種自由 如果你有空間做你想做的活動 你就有一點自由 就開放自由、平等 然後打敗地制這種概念 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OK 所以就是軍軍歷史 我早就有很大的興趣 是 OK 可是宗教呢 怎麼我們 宗教怎麼進入我的故事 OK 所以 I can help you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找老師 因為老師其實在台灣 他是學宗教 他是因為宗教來台灣 你是因為宗教來台灣對不對 可是老師的背景 是因為老師在夏威夷大學是念歷史 我是歷史系 可是在歷史系 我的研究專長是華人宗教 所以你們不覺得很有趣嗎 就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他念歷史系 可是他的主要研究的是華人宗教 所以中間有大概三十年 從國小到去夏威夷大學 對 你從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轉變成華人世界 有三十年的生活 所以 中間 OK 至於宗教的方面 我的家人 等一下你是因為交了華人女朋友 所以你想要 沒有 沒有 其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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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好 怎麼說 OK 我先要講這個 宗教 好 好 OK 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跟一般美國家庭一樣 所以每個禮拜都會 上教堂 對 可能每個禮拜兩次 然後 很虔誠的 對 我會 在那個 那個 唱和團 什麼 和唱團 你會唱詩歌 我會 然後 有 青少年的 跟大人的 所以 我 小朋友的 我會 跟他們 對 然後 大了 開始參與大人的 OK 我媽媽也是 她也會唱歌 所以這是我們的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對 那你吃飯前會祷告嗎 以前會 也會喔 現在我有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 習慣 從 瑜伽來的 那個也可能 我們可以討論 好啦 好啦 OK 可是我 後來 後來 大學 歷史系 阿北高 阿北高 重點是 我 差不多 十三歲的時候 是 十三十四歲 我在 教會裡面 然後聽牧師講啊 什麼 翻翻看聖經啊 然後我就想 欸 這一種宗教 我們 坐在一個教堂 然後 聽人 講道理 然後有這一本書 然後 我們都 很爭氣地 很平靜地在聽 這不可能是我們人類為一種宗教 這不可能代表所有人類 宗教上的一種 為一種現象 一定有 天啊 另外一種 可能很多種 然後我想知道 我要知道 因為 好像就 這種宗教 不是唯一的 而且 為什麼 你有這種想法 從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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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講到 教學的差別 可是 我覺得 一個原因 這是很好的問題 對 對 TeenH 你在青少年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 這是潘逆期的開始嗎 呃 是 一定 一定是 可是我真的認為另外一個原因 是 在我的內心 我就可以感受到一種 不滿 不足 的 一個空學 沒有辦法滿足 對 好像就 學了 我想 追求的 一種 本質 還是 沒有 天啊 就是 OK 人講 這個宗教多麼重要 天 上帝 耶穌 就是 OK 我來這裡 每個禮拜都來 可是 好像我還沒有 真的 感覺到 什麼神聖的力量 或什麼 然後可以講很好的例子 我後來才想到這個 開始研究華人宗教 我來台灣 剛開始做田野調查 然後多了解這些宮廟的文化 我才有夠清楚的一個對比 才可以理解我 大概十三四歲 這個這個經驗 我想跟你跟你說 OK 我在那個合唱團的時候 我跟我很好的朋友 我們在教會 然後就是很頑皮的小孩 好像我們在吃爆米花 什麼在那個教堂裡面 然後有地方 在最最裡面 還有一個坦 OK 我們說坦 教會也有坦 有坦 然後有蠟燭 然後有花 對 然後上面有那一種玻璃 玻璃檢黏 很漂亮 馬賽克那種 對 OK 因為是基督教沒有什麼像 沒有耶穌像 沒有 不是天主教的 沒有 沒有神像 可是還是有那種代表 OK 然後我跟我朋友在那邊 我們是王匹 開玩笑 吃爆米花 然後 然後 他的 爸爸 就突然看到我們 坐在坦旁邊 就是 然後他說 小朋友們 那個坦 你不要 那麼隨便 然後 然後我突然想到 說 嘿 我在這個坦旁邊 然後我每個禮拜 都來上 教會 可是 我從來沒有得到 那一種 哇 這裡有什麼神聖力量的那一種感覺 從來沒有 所以我到坦旁邊 我沒有任何原因 要特別 你 我都沒有 沒有 所以就是好像沒有那個力量了 那些 聖經的故事 跟很多東西 我有多少都認識 還是什麼 但是對你來講 他其實沒有什麼 我很熟 OK 可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什麼 真的讓我很感動的什麼力量 就是聖經的故事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有兩次嗎 然後再打架 他們跑來跑去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些雜音 就請大家見諒一下 好 所以回到說 剛剛老師您說 你小時候就是在聖經的故事裡面 你了解聖經 然後你聽很多這個故事 可是你覺得 在教堂裡面 可是裡面的東西沒有讓你覺得 跟你的生活有連結 或者是 它沒有讓你覺得 我覺得更深 就是好像 如果 啟發你 我就是覺得如果 我 OK 其實 聖經裡面很多故事 就是討論說 有什麼 有力量 從天上降臨 類似 賦神 還是給他們什麼 什麼 啟蒙 還是什麼 然後我 基督教也會這樣喔 有 OK 有其他的教派真的會 所以我們不是那一種 你們不是 可是他們也有 反正我就開始想 反正我就開始想 欸 如果真的有 什麼比較深的一種 宗教神秘的現象 OK 第一 我要 我想 體驗到 然後第二 我就是要多認識 我們人類的宗教 因為不可能只有這一種而已 OK 然後第三 或者是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 OK 按照基督教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到世界末日 還是你過世之後 欸 我不能到天堂 那個是 對 我不能到天堂 而不只是 而不只是 你不能上天堂 你要下地獄 然後 永遠受苦 在地獄 然後被考驗了 但是魔鬼跟魔王 考驗了 我覺得 這是什麼神啊 那我覺得我們 比較人性化 我們是每個人 死掉之後 都要先去十八層地獄 然後把我們人世間的苦難 洗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上天堂 其實天主教 有一點點類似這種想法 可是 他們沒那麼大方 可以說 所有人類都可以這樣 你看我們 你還是要休息 什麼 這樣聽起來我們很大方 你只要進去 然後拿香拜拜 你就可以 就是 OK You are ours 那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You are part of ours 對 好像聽起來 道教還蠻 蠻大量的 很大量的 很大量 是的 其實應該說 在世界 感覺上齁 對 其實在人類 宗教來講 基督教蠻特別 在很多方面 在很多方面 第一就是 基督教會特別強調信仰 因為你要信耶穌 而且你到底信什麼是很重要 信什麼 不是就是耶穌嗎 OK 可是是更自信 你就不能 譬如說 你不能信 先有上帝 然後後來 上帝就創造了耶穌 有早期的教會 就決定 這是來邪教 如果你信先有上帝 後來才有耶穌 就是不對的答案 這個非標準答案 所以如果你信這個 你也要 Pansy也要 下地獄去了 是喔 OK 有很多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信 對的 按照他們 然後他們是誰 是 因在 各個 派別鬥爭中 到最後得到 皇朝支持的那一派 他們才可以決定 誰是對的誰錯 OK 所以這些其他的派 因為他們輸了 所以如果你的想法 有一點不一樣 那 你就要下地獄 對 OK 我覺得這是什麼 好妙喔 這是什麼宗教 這是什麼神學 這什麼神 動不動就要下地獄這樣 對 所以我早就開始覺得 就是按照 天給我的理性 我無法接受 這個宗教 不可能是這樣子 OK 十四歲就開始 他就開窍了 探索人類宗教的 好奇這樣子 這個領域 對 他其實有點哲學 有 有 所以你就去了歷史系 跟宗教學 哲學系 對 因為我上大學 不是天那西大學 我後來去天那西大學 我後來去天那西大學 修宗教學系的措施 是後來 可是當初我在 那叫做東天那西州立大學 就是地方性的大學 對 很有趣喔 其實以前 我 本來 我 學的是 羅馬 希拉歷史 所以我第一個 外語是 拉丁女 然後 有 你要學打蛇那一種嗎 就是那種 也有 他會不會有點像西班牙 就是 Hola 那種 Hola Amigo Amiga 對 真的喔 我當然 西班牙語 所有那些語言 都是從拉丁語 唸邊出來的 所以 所以拉丁語 就會講西班牙語 意大利文那些嗎 比較容易學 更容易學 反正我在大學 我還在講這個故事 我們還沒有到台灣 還沒 我們還在美國的西港 田那西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開始學 這個 東方宗教跟東方哲學 至少他們有這些課程 然後 我從這些課程 真的 開始有越來越大的興趣 然後呢 我在 我當大學學生的時候 我需要打工 需要工作 是 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可是 變成我最主要的 最長期的 就是在一間 怎麼說 華人料理餐廳工作 中文餐廳 有一個 很好 我聽說 中文餐廳很貴 在美國 沒有 不一定 有每個層 有便宜 中級的 跟貴 然後 家庭 我覺得便宜 跟貴 比較中級的 唯多 我們也算 中級的 哦 你們那邊華人多嗎 田大縣華人多嗎 不多 然後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 有那個家庭 在那邊開這間餐廳 那是華人家庭嗎 因為他們是台灣人 哇 好有趣喔 他們是台灣人 而且其實他們的 他們是外甥人 可是老闆娘在台南出生的 哦 就可能我們台南這邊 住村 或什麼之類的 他的 其他的 親戚住高雄 我覺得 反正 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們都 在這間餐廳工作 好幾年了 然後我們做 後面有一點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跟他們學 洗碗切菜 真的喔 然後我們最 讓我們最快樂的是開車送外賣 啊 因為在美國你可以領那個小費 小費 而且可以離開很熱很忙的餐廳 然後開在外面豆腐什麼的 比較自由 對 欸等一下我可以問一下嗎 因為我以前也在那個餐廳打工 然後打工的時候就是 周末都會有 也是有會有基督徒的那個教友 到那個餐廳 就在高雄的一間就是 泰國料理 泰式餐廳這樣 然後他差不多也是中等價位 然後每次那個外國外國客人來我們店的時候 他們的習慣是 一個家庭就是點兩碗飯 然後兩道菜 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 They don't share dish No They order their own dish for themselves So do you share your dish with others Or just order list Tha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是不是外國人 他們都吃點自己的 其實我覺得你看出 很有趣的一個文化不同 因為其實美國是太太太個人化的 所以連吃東西是還有那個個人主義 來決定人很簡單的習俗 所以沒錯 人會點他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不一定會想說 我們想吃什麼 是我想吃什麼 是我想吃什麼 然後你炒牛肉 然後我們點完之後 是大家一起吃 對 可是他們就是不是 他們就是 我點了這兩盤 那我們家 我跟我太太 我們就是吃這兩盤 然後就飯這樣子 對 所以有一次我的夥伴送錯菜 很尷尬的 印象很深 就是就有一對夫妻沒有吃到 然後我們就一直跟他道歉 哇 可能別人把他們的吃掉了這樣 就很尷尬 好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可是 這是真的很有趣的文化不同 你們也是這樣嗎 因為有的時候我覺得 那個華人餐廳的 盤子跟碗什麼 還是有一點期待 人會分享這些東西 所以都給你一個碗 然後 share那個盤子 對 share食物啊 而且如果是很多人 你有那個 可以轉的那個 對 轉盤 然後就可以轉到你喜歡的那個位置 然後中間一定要有湯 對 對 所以對 是文化不同 所以其實你講到 一個禮拜天 那個教會 對 很多人會出去吃午餐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那間餐廳 很多都會有那個吃到飽的那個buffet 你們也有 你們是吃到飽的buffet 只有禮拜天中午 對 就是專門給那些 像上教會的 還是剛好要出來吃午餐 OK 就可以吃比較多元化的食物啦 對 而且你看那個buffet 也是你自己想拿什麼就拿什麼 對耶 很特別 OK OK 這是吃連吃都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個地方融化的差異 好 天那西大學 OK 天那西大學 就是三清 你懂 玉皇大帝 教科 沒有人聽過這個 這是比較 人會說 道家 道家 OK 這是那些哲學的 古典的 藏著的 經文 對 然後其實 老子 跟很多西方人一樣 最早讓我想 研究中文跟 華人的東西就是老子 然後有一天我在我們 是老子耶 不是孔子耶 對 當然不是孔子 好顛覆喔 為什麼 為什麼是老子 因為 他不是騎驢嗎 他是騎驢 老子是騎在什麼上面 然後就拿一個那個 那是like 牛嗎 牛啊 對 他騎牛 應該是這樣 是因為 我已經提到 那邊有山 有森林 對 所以我的生活 都偏 like 天天去 like 天 天然環境 爬山 很棒 還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已經 開始脫離 那個基督教的範圍 然後 覺得 天然合理 給我 我本來想追求 那一股力量 就是森林 跟山 跟大自然 哇 所以我有一天在我們大學的書店 然後就找到了一本老子 然後是雙語 雙語 是雙語版 然後這邊有英文 然後在另外一邊有 其實是 like 草書 是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也看不懂 可是我 我第一個反應是 OK 我第一是 哇 我看了老子 我很感動了 因為好像我終於找到了 能夠表達 我在森林 還是 我 跟我朋友們 那一種 打鼓 跳舞 有那一種 精神的感覺 是 終於有 有文可以表達 那一種 比較神秘的 的 一種 了解 OK 然後第二 我這邊有中文 就是英文 我在看英文 可是英文的翻譯 雖然有意義 雖然很美 可是 因為就是翻譯而已 也有一點假 然後我要懂真的 我要懂這個原文 所以就是 我應該十八歲 十八歲 所以第一次 我就有意念 要學中文 可是 我還沒有開始在餐廳 那一間餐廳工作 所以我沒有跟 所以那個時候是西元多 19... 19... 19... 1988年 1988年 1980 我猜 我猜 OK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人在教中文 OK 然後我開始在餐廳工作 我發現 我跟這些台灣人 我們在那邊工作 吃東西聊天 我真的比較舒服 我真的比較有在家的感覺 因為我的家人 他們是很好 可是 我跟他們的關係 有時候不太好 他們雖然在一些方面是非常好的 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跟他們都有一些... 距離 對 然後我開始覺得 哇 在這個沒有受到基督教影響的環境 我才感覺比較自在 對 對 然後食物也比較好 食物也比較好吃 對 所以這開始讓我想多認識華人的東西 OK 那 後來我去 田中西大學 田中西大學 塑士學位 然後我好幾年學了那個 梵文 你去學梵文喔 對 因為本來我的方向就是那個印度的東西 因為我... 對 因為如果東方宗教的話 大家會... 我跟印度的傳統有接觸 然後是我最有機會了解的 就是那個 烏帕尼莎 跟原始佛教 可是尤其所謂的印度教 有些哲學的東西 OK 所以剛好在田中西大學 有很... 很老派 很高級老派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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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教授 然後人給我介紹 然後我去跟他學 然後 後來我學了 措施學位 然後就是有一點斷斷斷斷斷的 對 那我在田中西大學的時候 我一開始他們沒有中文 可是過幾年他們開始 教中文 所以我快三十歲 我才有機會開始學中文 因為在餐廳的時候 雖然他們都講國語 如果你... 怎麼說 你不可能 這是因為人不... 學什麼意義 不可能 對 我不是Total 只是他們教我什麼 就是像髒話 什麼人話 所以我去找學了什麼東西 他們會不會教你髒話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會這樣整人家 都是那個比較脾氣的髒話 脾氣的髒話 不是要逼掉的那種 是還可以說出口的 是台語嗎? 是台語還是華語? 他們是外省人 他們是外省人 然後他們會請的幫忙是大陸人 他真的很道地耶 他居然在這裡講他們是外省人 他們就是啊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台灣的小孩不會用外省人來形容 外省人 他們覺得是沒有禮貌 對會覺得沒有禮貌 有一點歧視的意味 因為以前我們就很習慣陽春麵 我們不叫陽春麵 我們就說那是外省人 外省麵 可是有一次就是我跟台北的朋友 就是幾年前下來南部 我那時候住台北 然後下來南部玩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店招寫外省麵 我就很興奮說 欸那外省麵耶 結果我被車上的小朋友就是公幹 他就說你怎麼 就是那種眼神就是什麼外省麵 沒有外省麵這種東西 是陽春麵 對 很久以前啦 我覺得就是其實台灣小小的 可是他也有一些南北差異 而且就過去幾個年代了 所以你真的很到底耶 你根本就台灣這邊 你可能有個台灣靈魂吧 我覺得 你中四人 中四人 中四人 有可能 如果有的話 就是因為我可能在台灣 還是東方的時候 我覺得我這個傳統文化 很有壓迫感 我很想投胎去比較有自由的西方國家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實可能是你本身的靈魂就比較叛逆吧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後來你三十幾歲在田南新那邊 然後開始接觸了中文 我開始學中文 可是 當初他們中文的教學是很厲害 很厲害 可是至少可以開始 然後 我學 說實學位之後 我本來打算來 去中國 OK 因為 當時雖然我知道有中國跟台灣 我也沒那麼清楚 台灣 到底是多麼好 我還是 而且要記得 還是 還是泰國 沒有 我要學中文 因為你怎麼把台灣跟泰國搞混 我不要北極喝 哈哈哈哈哈哈 OK 可是 而且 因為我 一直以來 需要走最便宜的 選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 我知道 台灣比較貴 其實我研究 如果我要去台灣 學 中文會多少錢 然後 跟 中國比起來 當然 中國便宜多了 OK 那是以前吧 好這很久 這怪三十 超過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搞不好 很多聽眾還沒有 還沒有出生 二十三十年 那是 二 差不多二零 零 二 年 something like that 因為我在 天然二零零二年 是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好恐怖喔 好恐怖 小景 你出生了嗎 你出生了 我 OK 所以我在 天然西大學 我教書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要先 省錢 然後 出國去 你必須存錢 然後出國 對 老師等一下 因為我們的節目 每一段只有三十分鐘 所以呢 您如何省錢 然後到 後來選擇 中國或台灣的話 我們就在下一段的節目 再跟他說 好嗎 這個好 好 那我們下禮拜再來聽 就是 Steven Steven 有叫Steven Steven Steven 就是選擇中國跟台灣的故事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有趣喔